好了 今天就要讲这个出现太阳旁边有一个光环 对不对 太阳旁边有 那个就是代表着极洗金刚 今天晚上要讲极洗金刚 因为他到了太阳光明山 一直在那边修行 修行到三十二岁 那时候金刚所菩萨出现在他的面前 把他的脑海里面的浮场打开 把他的这个大阎满九次地法的浮场打开 一打开 他就完全明白了 噢 原来这个大阎满九次地 我在天上早就修行过了 撒那之间他直接就成佛 三十二岁的时候 直接他在太阳光明山 我告诉你哦 太阳光明山 他今天在西空中显现的 就是太阳的光明 太阳的大日的光明 他在那边修行的三十二年 就是太阳光明山显现出来 所以我讲啊 今天为什么显现大日光明 因为他修行 积起金刚修行的山 叫太阳光明山 你看 西空中显现大日 还有他的光明出来 不是庆贵我的生日 不要高兴得太早 什么都是庆贺我 哪里还得了 我讲六祖禅经的时候啊 就有六个黑色的脚印 在台湾雷藏寺的上空 要讲长眉尊者 就出现了两道长眉 两道长眉 明天啊 要做大日如来灌顶 大日如来的手印 四重五横印 它就出现在西空之中 四重五横印 什么时候显现的 昨天嘛 昨天邦王显现了 四重五横印 真的是四条纵 五条横线 在西空之中 哪里有这种影 到哪里去找这种影 也没有这种影 既然是 重的四条 横的五条 四重五横印 你们照片呢 你们照片呢 给它放上上去啊 给大家看嘛 四重五横印啊 四重五横印啊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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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它放上去 给大家看 哪有这种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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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SN 原来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的吗 有看到的就好了 今天要讲极洗金刚 它要献大日光明山 这是极洗金刚修行的地方 不动明王它有四中五横印 很厉害的 明天讲 四中五横印是很厉害的